在地铁站 有一个人过来 问要不要手机 表现得很慌里慌张的 明显的 就是有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有人可能以为他是偷来的 怎么样 他表现给你看是那个样子 那实际上 就江湖骗局来了 我说 多少钱 这iPhone4 iPhone5 反正四五千块 他说 你看着给 我摸了吗 只有四百块 他说四百太少 都没有了 四百就四百 然后我就拿着手机 把钱给了他 看看 他也不走 我其实在等那个 地铁来 我拿着机子就上去了 地铁来了 他说 等一下 我这个卡卡在里面 回过手了 他就 问题在这 要换一个不能用的手机给你 长得一模一样 我一看这个 把钱 一把抓过来 走吧你 跟他们斗我 他也没想到我有这一手 但是一般人 奉劝 还是不要这么干 人家就专门干这行了 那精力都用在这了 怎么跟他多 所以不贪这个小便宜 我们只不过闲着没事 跟他 玩一玩弄一拨 说这个话 我们真的有那么聪明吗 实际上 也有前车之鉴 只不过那次损失比较小 才一百块 就是在公交车站的时候 有人这个手腕 趁你一上车 他就走了 你再找不到他人了 拿来一看 不能用 气得直接扔出窗外 那还奉劝大家 就是公交站的时候 有时候 人多 他趁着人挤 那就去翻你的包 或者干脆给你 拉开一个口子 里面有什么就拿走了 你再也找不到他 这种江湖骗局态度了 那还有就是 问路的 说心情好啊 给个车票 不管你给几块 哪怕几块 说留一个电话号码 回来 那就有人 他也不乞讨 以戒为名义 不许你的同情心 有些人我们真的要看好 你看他的严性举止 装出来的 毕竟不是真的 总有细微末节 有问题 这边下彩棋的 看上去你棋义很高 走不复杂的 那个理念都有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 你差了一步 就要输 但如果让你选黑或者红 这本来是个合体 赢 你选黑就错了 你选红 差一步也不行 到最后就是合 你怎么